宜蘭防火宣導隊熱情的舞蹈表演 為今天捐血活動拉開序幕 這次捐血活動由宜蘭縣中央獅子會主辦 消防局和宜蘭宜蘭分隊協辦 號召消防 宜蘭以及消防替代役宜蘭來捐血 希望能打破235人次 捐血359代的紀錄 宜蘭宜蘭分居 所以說佣宇蘭關會 可以說我們這台的關會 這個活動由於我們來計劃 和一千多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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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我們今天所有關會 我們要做的紀錄 大家都知道我們捐血可以促進我們的 身體的血液新紋代謝 也可以挽救需要 及需要血帶的一個病患 可以說是利人也利己 今天這個活動雖然在寒冷的冬天裡面 可是我相信你們的熱血不落人厚 縣長林志廟也來參加 來到現場感謝捐血民眾 縣長說捐血一代 救人一命 感謝所有人的付出 因為有你們的投入 宜蘭的生活將會更好 更和諧 上次我們接血有235人制 總共捐了359代 所以非常感謝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有你們社會更溫暖更危險 那今天這個有意義的活動 有這麼多人的參與 謝謝你們的付出貢獻 讓宜蘭縣能夠健康活潑快樂 都非常非常的感謝 然後今天在228年夏期間 大家很快樂平安健康 使筆受更快樂 謝謝你們的付出貢獻 一起努力 冰珠宜蘭的好健康 主辦單位也準備電影票 餐券 快篩試劑 以及口罩等等紀念品 送給捐血的民眾 消防禁 中央市主委員 捐血一塊 品味品賞 賬 藝人新聞記者 賴福先採訪報導 賬 賬 財 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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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